黑人最近啊 进入了性骚风波 哇 这个呢 他其实态度也满意的 说要提告 对方要求偿一千万 然后呢 还要让对方盗窃 不过他30号才宣布 自请暂停 PLG执行长的职务哦 晚间 还有动作 什么动作 悄悄 把这个人社群的剪辑给改了 把个人的FB剪辑上头 原本是有这个PLG执行长 称号给删掉咯 改为永远的球迷 似乎真的是已经卸直了吗 另外呢 这个陈建州的IG 同样也看不到执行长的一个字眼 只留下了标签 提起这个有HTag 尽管他自己深陷了风波 但仍然依然要展现 他很喜欢运动嘛 对篮球事业的热爱跟不舍 不过呢 这个另外我们也要来聚焦的消息了 来大家觉得 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汪建民 遭到网友在迪卡尔发文指控性情 他否认 其实这回的这个metoo 性骚 性情的风波当中 有些人是否认 有些人是承认的 那这回汪建民呢 他否认 而且常议的找受害人 他说出面 大家对职 到底谁说真的 谁说假的 对职就知道 电视女方不愿意出面 还在连续的发文 6月30号晚间呢 汪建民直奔大安分局来报案 汪建民说 匿名攻击 我们之间完全都对不上话嘛 那你的发言对我影响可很大呀 提告不是要逼你啦 也或压迫你啦 是希望请你出来把话给他说清楚嘛 如果好是我的责任 那我会负啊 但我记忆中就真的没有这件事情嘛 现在你看各说各话 变成了罗生门 的确整个MeToo风暴当中 有真有假 现在也开始走中 还变YouTube等等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呢 来看看艺人NoNo 他遭到指控涉及的性骚跟性侵 这个可是有非常多人啦 透过了网红 小红老师来整个来指控 20个人耶 都可以列个表都列不完了 那网红老师呢 这个小红老师 他直接到法院干嘛 按铃控告了 告什么 性侵畏碎 强制猥亵 方不浪当 五项的罪名 一起给他告 小红老师表示说 他有目击证人 有证据的 会挺身来作证 看起来目前 已经累计不止20位 25位受害人 大串联 一起要接力来提告 看起来NoNo 这回风波恐怕难逃了 当然更多焦点 带您来指寄 按您提告 要告艺人NoNo 性侵畏碎强制猥亵 网红小红老师 硬起来 要加害者面对司法 也要代替 25位受害女性发生 我们要对NoNo 陈轩宇先生提出 性骚 性侵 性侵畏碎 强制猥亵 性侵畏成年少女 等等罪名 由我先开始 然后到时候用传唤的方式 一位一位 借力棒的进行提告 强调有证据 还有目击证人 小红老师 速度哽咽 me too这把火越烧越旺 NoNo涉及性犯罪 也连环保 包括当时 15岁的未成年少女 指控被她带到内湖住家 也有越来越多受害者 陆续出面执任 甚至拿出乘封多年的证据相簿 标题就是NoNo的本名 手扶大腿清楚拍下 坐在驾驶座上NoNo的脸 更有数章暧昧对话截图佐证 受害女子更指控NoNo 一见面就带进汽车旅馆性侵 受害者不满的 就是NoNo的态度 面对排山倒海舆论 经纪人低调回应 那就交由司法调查 老婆驻海军事件爆发后 收度露面 台语抒情歌唱到一半 就低头哽咽 情绪溃提 面对诊辩人身陷性骚性情疑云 身为老婆恐怕最是煎熬 这张是明理彩山藏报道